女穆斯林在表演脱口秀时 脱下头巾和衣裙 被指侮辱伊斯兰教的案件 再有新的进展 警方今天将案件的调查报告 提成总检察署 并已经接获 并已经是获得指示 涉案女子和男友 明天将会被带上法庭面控 皇家警察部队秘书拿督诺西亚 今天指出 涉案女子预料将会在 刑事法典第298A 引起不同宗教的愤怒和仇视 条文下被控 至于为涉案女子 上传有关影片的男友 则会在1998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下被控 文告也指出 涉案女子颜扣妻 今天届满之后 被二度颜扣一天 直到明天 明天后被控制下了